词曲 第3章 第1节 我是个弟兄们 不要多人作师父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到这里我们分享了 原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不是每次我们一定要 站在我们自己 卑贱的肉体的立场去看一字圣经 所以大家看到 每个人都是看这本圣经 但是每个人看这本圣经的时候 究竟带着什么立场呢 所以有些人根本看不入 圣经不是这样解 不过他不服气 他站在自己卑贱的肉体 的方向去看圣经 但是他又觉得 他一定可以上到天堂 你知道他多自欺欺人 圣经写出来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照着 这个悲战的肉体 就可以上天堂 你又不见一只猴子 又有救恩 其实更恐怖的就是 我们不是一只猴子 就是阿神 向谁多吸 就是向谁多要 如果他只是给一只猴子 这样的思维 你一生活回 好像一只猴子 还叫做有机会 给神原谅 但是如果神给一个 这么宝贵的灵魂 最重要的就是 他给了人的心 而这个人的心 就如我所说 现在你明白了 就是神看为宝贵 因为这个心 他也有 为什么他要给你这个心 因为你的心 能够以他的心为心 你能够耿透他的心 你想想多厉害 多厉害 你有神的心 你什么时候见到猴子 猴子 猴子 有神的心 可以感受到神的东西 可以感受到神的感觉 没有的 他给了你 但问题是 你不珍惜 不宝贵 还要让他被肉体败坏 但问题最恐怖的就是 现在我所说的 这些人 还要是当今的宗教领袖 你想想多恐怖 当时的法利昌人犯的 就是这种错 就是他将信仰 变成一个仪式 而他的心有没有变好 他有没有超越一只猴子 超越一只野狗 为自己的地盘 去争的那种做事方式 没有 所以圣经里面 诗篇说的 这些是野狗 这些是犬类 就是这种意思 因为他们这些人 是有人的灵魂 但是他人的灵魂 追随 他的肉体的邪情私欲 是变成禽兽一样 相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为什么 我常常会称某一些 跌倒或者一些 衰人 叫做禽兽 就是这种意思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感受 是神的感受 而当时主耶稣基督对于这些钉 他在十字架上的人 就是这样的形容 所以诗篇第22篇第16节就这样说 犬类为着我 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掉我的手 我的脚 这个诗篇第22篇 为什么他说出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会这样想呢 因为当时那群人就是照着这样做 这个是神的感受 这个是神的感受 神可以看到这群人 根本在做争地盘 就是主耶稣来到这里 争了他们的宗教地盘 所以要把他钉死了 神直接看到这些人的将来 OK 就如我所说 没错 他说我们跟狗一样有一个肉体 我们有骨 有肉有血 但是无论你在新药圣经 任何地方看 都是说我们身为一个人 我们应该有崇高的气节 崇高的内涵 崇高的道德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到感谢主 我们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根本到现在来说 很多人都接纳不了 外国的基督教 或者是天主教 同性恋婚姻 犯奸淫这些我们到现在 接纳不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始终我们 我们中国人就算没有神 我们都有人的尊严 但是很可怕的就是 一些人离开神之后 完全强调肉体的享受 甚至将肉体的享受 将它推到无限大 我以前也说 当你将那样东西推到无限大 那样东西就是神 变成无限大的话 就会的 很多人打游戏 打游戏就是神 有些人去 去赌钱 就当赌钱 就是他的一生 那样东西成为他的偶像 而事实上 外国很多人 会将很多 很简单的享受 就将它推到 变成无限大的 OK 当然了 其中的享受 一定是肉体的享受 将肉体的享受 推到无限大的话 肉体的享受就是神 同性恋婚姻 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你要看到 没有了神 是很可悲的 但是感谢主 中国人就算没有了神 起码中国以前的 所谓 知书识礼 起码都没有那么禽兽 但也不要想着看好这件事 圣经里面说 你知道人的意 都是不足够上天堂的 OK 你是比人好一点 真的有种人比西人更好一点 西人 他不信神的话 他们将所有东西 都很轻易将它变成 爬山 又会变成无限大 打游戏 又会赛车 又会 什么都会的 你现在看到了 其实原来 人凭这个肉体 活过这一生 其实是多么狹窄 多么卑贱 多么无奈 多么无聊 难道这个肉体 能给到方向我们吗 这个肉体 能给不到方向我们 这个肉体 如果能给到方向我们 每一只猴子都懂得去寻找神 对不对 猴子又不见了 你懂得去寻找神 每一只鱼都知道 谁是耶和华 对不对 又不见鱼 因为我们的肉体 是跟这个世界上 所有其他这些 所谓的低等生物 都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神特意 有人会奇怪 为何神特意做到猴子 那么像我们 让我们以为 我们在猴子里进化 就是原因 神让你给你看见 其实在肉体上 我们不是胜过这些 所有这些动物 但我们却有一个 无与伦比的灵魂 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一生去寻找真善美 而这个的灵魂 是绝对不可能 没有一个出处的 它那么伟大 那么美丽 和那么抽象 亦相对 亦是那么超脱的话 绝对不是 我们进化出来的 因为只是灵魂 这件事 你到现在 都未判断得到 还未落到定义 那哪可能 哪可能进化得到 因为你能够将一件 改进 好像进化 改进当然比进化异 很多 因为你改进的话 你是可以对一个死物的改进 进化甚至在你的身上 将改进 放在你的身上 才叫进化 对不对 但是问题 我只是说 简单 过千万倍的改进 你都一定要将那样东西 认识才改进 对不对 你不是破坏它 拆毁它 弄坏它 弄坏它 你可以用滑烟 但是你改进的话 你不懂那样东西 你哪可能改进 哪有一个 哪有完全不懂电话的人 可以改进一部iPhone 对不对 开都未懂开 砌都未懂得砌 弄坏它 有些甚至用都未懂得用 怎么改进 对不对 但问题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每一粒细胞 我只是说一粒细胞 都幅10个iPhone 几百万倍 所以我们哪可能 连细胞我们都未知它怎么运作 更加不要说 细胞所组成 我们讲关于血管 血压 关于我们身体当中对食物的吸收 我们讲钙 我们讲的 骨架上面的所有力学 我们器官里面所有的 平衡 和运作 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可能进化 对不对 我们到现在身体还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没可能 更加 不要说是肉体 我们现在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 就这样下定义 都未懂 以我们现在科学 究竟它存在哪里 它是怎样 它是 多重 它所有的 我们虽然拥有它 我们现在 想将所有能够定义它的重量 它的形状 它的颜色 它的质地 你知不知道 你告诉我 它的质地是怎样 它的重量是多少 我们连定义都未能 不要说进化 因为你起码要知道 你连定义这么基本的东西 你都未知 那哪可能人类可以进化到灵魂 还要是这么多灵魂出来 圣经说 这个就是这个宝贝 放在这个瓦器 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瓦器 是一个悲善的瓦器 但是 神就把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 我们这个宝贝 我们一接受救恩的话 它就是 神的真正的期望 所以从这个观点 大家就明白神为何创造 人类 并且创造成 感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么超脱的灵魂 但是我们带着一个 我们称为 肉体 拥有五观 的这个拘体 但是这个拘体 其实就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sensor 雅各书第3章第1节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形作师傅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增加 信他 随得说话 冒着信心 要全木牵挂 重担 连夜 放下 朝向天路 离笑 短暂 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